明运之翼 我們今天玩一個最新手機遊戲 明运之翼手遊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動物介面長這樣 動物介面長這樣 有點難講 我直接跟你們講 這邊是在職業介面裡面 先參考一下 這裡面有四大職業 一個是戰士 第二個是隱忍 兩個是法師 一個是祭司 這是大職業 也不知道怎麼跟你們看 我覺得哪一個比較帥 我覺得他的登陸介面為什麼要做這麼動畫 這麼動態 我覺得 這一隻可能比較適合當我們的夜面 我已經不知道練誰了 還是我們先練祭司 你們看祭司長怎麼樣 有點奇怪 好啦我先進去再說好了 原來可以在這邊預覽 浪費我時間 原來可以預覽喔 浪費我時間 你乾脆就給大家看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先練這個職業進去好了 日後 浪費我時間 除了 mutually 禁索 vious 是不是 蟻 怎么办 I don't know 是魔被ban了吗 是魔不能取吗 观众们因为这个字体 没办法取啊 傻爆眼了 还是不能取格 是魔不能取 还是格不能取 还是诗不能取 感觉是两个字不能取 这边可以用金屁画质 或是极致画质 OK 全新的高画质手游 直接新手攻略教学一顿 我觉得好扯喔 这些画质可以开这么高啊 真的有点太吓人了 这些画质有点吓人欸 我的天啊 而且没有很卡 不然他画质很漂亮 这些画质 这些画质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一点 我觉得我们不用到金屁吧 等一下 现在画质已经没法跳了 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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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就这样升级下去 他有没有做棋欸 其实 有吗 這個就是升級功力教學 3等了 基本上也是解一些任務即可 OK 4等 等一下我覺得畫質太過分了 可不可以改一下嗎 我畫質不能拉太高 我覺得畫質不用拉這麼高啦 大概是流暢就可以了 注意一下你畫質切太高會很卡喔 除非你真的是手機是一個爆好的手機喔 我們這樣比較順了吧 看你們要流暢還是怎麼樣 如果你想要看很漂亮的東西的話 你就開高畫質 那我們就這樣一直升下去 很漂亮的遊戲囉 好 先這樣 先這樣